你現在看到的顏色 就是他們真實的顏色 既然你的眼睛 只能看到黑白灰三種顏色 那你就用這三種顏色去創作 薄先生的作品 在技巧上顯然非常鹹水 視覺平衡 線條和韻律都堪稱一流 也確實非常有創造性 但是在色彩的搭配上 只選用了黑白灰三種 關於這一點我有不同的意見 視覺感染力 不一定要通過色彩斑斓來展現 黑白灰也是一種 強有力的視覺衝擊 薄先生的作品就做到了這一點 可是昨天下午 薄先生明明在花棚裡 採集了色彩繽紛的花彩 難道你是特地採用了 永生化的製作工藝 我跟辛普森女士認為 這可能涉嫌違反比賽規則 你怎麼會這樣 那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中間是否這麼水 不要太多 這很漂亮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又好不好 怎麼有一些 那這也不這樣 挺漂亮的 各位 从小到大 我是个记内响 又严肃的人 拘谨无趣 更不可能 和别人分享我的私生活 但在花艺上是个例外 每当我做花艺的时候 才能毫不掩饰地 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所以今天 我想借我的花艺作品 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难忘的基地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场大火 那场大火 几乎毁了我的一切 从那以后 本该色彩斑斓的童年 只剩下了一大片 黑白色的痛苦疾 这也是我为什么 会用永生花这个工艺 来进行创作 让鲜花 失去自然色彩 成为我脑海中 记忆的底色 让它们 保持长久的鲜活 就像我的记忆一样 二十年 不曾忘却 我的作品 创作概念 是夜空中 染放的黑白色烟花 虽然形式上有美感 但会让人觉得痛苦和寂寞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记忆 有幻得 其实很难忘的 感情是 我最难忘的 我这难忘的 是不是 真是我们视线里的冲 我不知道 虽然我不太懂花艺 但是从博佐的作品中 能看得出他的那种痛苦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今年的参赛选手都非常地优秀 评审团在经过艰难而热烈的讨论之后 终于达成了一致的议题 那么冠军奖杯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请允许我来为大家揭晓 获得冠军的是 来自英国的杰克斯通先生 对于这个结果 可能有些人会感到意外 但是非常遗憾 大赛明文规定 所有的参赛作品 只能选用先切化 博先生的作品被判定违规 尽管如此 他的作品还是打动了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 所以经过评审团商议 决定授予博先生 评审团特别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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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恭喜你今天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 太出色了 这份本该属于你的合同 今天我带来了 我已经签上了字 我已经签上了字 希望你在日后工作当中 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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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庆委 感谢各位观众 三二一